她被胡泽红讽刺,林黛玉庄的 她从演员变身商业女强人 她的前夫是大展门中的白二爷 图图今天带你走进林妹妹陈小旭 陈小旭1965年出生于辽宁省安山市 父亲是京剧团导演,母亲是舞蹈老师 在某次采访中,父亲说出了陈小旭名字的由来 14岁,陈小旭进入话剧团 担任报幕员,期间还演了一些小配卷 在这里她认识了毕严君 因为兴趣相同,逐渐发展成了情侣 1982年,陈小旭演电视剧《家风》 正式进入演艺圈,在剧中饰演刘大妹 18岁时,《红楼梦》正在全国招募演员 陈小旭和同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将自己照片寄给导演 让陈小旭都没想到 自己就能成为林黛玉候选人之一 试镜时很多人并不看好陈小旭 反而有一位叫做胡泽红的演员 因为高颜值和演技被看好 之后又加了一场试镜 让王复林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林黛玉可以不漂亮 但必须拥有那种独一无二的癌伤气质 而这种气质只有陈小旭才有 就这一张那个劲 性格太不像 性格不像 如果当时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装都能装得像黛玉 因为我想演黛玉 陈小旭就是这么装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那么装呢 我是装的呀 装了几天然后就不行了 1987年《红楼梦》播出之后 陈小旭一夜之间成了大明星 1987年陈小旭和碧彦君结婚 之后两人性格差异和家暴事件 很快离婚收场 离婚后陈小旭与豪童 因拍摄《黑葡萄》而相识 两人因其生情最终成为了夫妻 1988年陈小旭演完《红楼梦》 戏录受到限制 塑造的林黛玉太成功 导致没人再邀请她拍摄其他作品 在某次采访中 陈小旭曾谈过为何转行 我演了《红楼梦》之后 我还是想继续做演艺事业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演得太好了 还是演得太不好了 反正之后就是很少有很合适的戏来找我 觉得演艺事业停止不前时 她选择了《下海经商》 创办了广告公司 短短几年就赚得过亿身价 已然成为人生赢价 2004年 她被评为中国30位杰出女性广告人 2006年 陈小旭被检查出乳心爱 已经是晚期 治愈的几率很小 经过神思熟虑 决定放弃治疗 2007年 选择了《皈依佛门》 与丈夫好通商量之后 不顾父母的反对 相约出家 近三个月 陈小旭病逝 年纪41岁 过世十年后 儿子被爆出 千万家产 原来为他而留 据媒体报道 陈小旭和前夫 碧延君 有一个20岁的儿子 叫廖敬宇 是一位80后作家 陈小旭的医生 仿佛注定了会有林黛玉的影子 但是他的医生 曾经有两个男人陪伴 直到最后 也不算孤独 图图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哪些明星传奇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写出他们的名字 感谢观看